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延燒 而在台灣的本土新冠肺炎的疫情 每天以破百例的確診人數持續的向上攀升 而事實上目前在台灣的疫情警戒 來到了第三級 有許多的民眾因為經常宅在家裡上班 事實上辦公時間越來越長 而且不知道何時才能夠上班 而長時間久坐的話 其實對身體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 開不完的會回不完的mail 今年44歲邱凱迪 在外商企業擔任法務總監 經常必須與不同國家的同事進行視訊會議 疫情期間持續工作盡量不出門 待在家裡工作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長時間久坐情況下 也提醒自己一定要站起來動一動 我常常有時候會 其實從9點就一直到晚上6、7點 中間甚至其實有時候是沒有休息 有時候可能就是要提醒自己要站起來 或者是找一個更高的架子 我就把電腦擺上去 然後好像是站立式辦公這樣的感覺 像他從事紡織業範疆一節 原本台灣與大陸兩地工作 這回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避免員工群聚 不進辦公室 一台筆電也可以審查報表 只是本身就有輕微靜脈曲張 他坦言工作忙到 偶爾還是會久坐不動 靜脈覺得稍微有點浮腫的現象發生 在以前就是晚上的時候 在稍微腿稍微往上放 在睡覺前腿在牆上 靠牆上稍微放 想辦法能夠疏解 那現在我就是穿比較專業的壓力襪 來包覆我的腿部 讓下肢能夠稍微舒服一點 疫情造成許多人在家遠距工作 長時間久坐容易造成下肢伸部靜脈痠塞 居家辦公室如何做伸展運動 醫師告訴你 第一個動作 在坐著的時候 我們把大腿小腿伸直 利用竹懷的背曲 第二個動作 大腿小腿呈現90度腳 利用墊腳尖的方式 第三個動作 在站立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墊腳尖的方式 居家辦公可以用來增加 下肢血液循環 進而減少深部靜脈痠塞的發生 如果您是經常必須要宅在家工作的民眾 可真的要特別的小心注意 因為長時間的久坐不動 會引起深部靜脈痠塞 而什麼是深部靜脈痠塞 簡單來說 就是深部靜脈的血液 沒有辦法回流 導致患肢腫脹 深層靜脈痠塞 如果國人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長久不動的話 血液如果肌流在下部的這個靜脈的話 小腿的靜脈 或者是大腿的靜脈 就有可能造成血液的滯流 沒有辦法順利的回到心臟 這樣就有可能會形成 血液的痠塞 醫師指出深層靜脈痠塞 其實是非常嚴重 如果發生後沒有好好治療 不單單是腳會腫起來 更有可能之後還會形成傷口 這些痠塞 其實會隨著血液 在身體裡面流動 沒有控制好的話 也有可能會跑到肺部 形成肺痠塞 在疫情當下 活動可能比較少 仍要提高警覺 小心類似的狀況會發生 TVBS新聞 臺北採訪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